学佛 一定要明了 佛是什么 如果对于佛 真正的意义不了解 我们的学习 到最后都是落空 自古至今 发心学佛的人不少 但是真正有成就的人不多 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佛是什么 佛在经论里面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佛是我们自己的自信 经论里面讲 当然自信 当然我们自己的自信 那么由此可知 摄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49年所说的一切经 是不是摄迦摩尼佛的 对于是不是 如果是摄迦摩尼佛的 我们跟他学 他49年所讲的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的自信 所以佛学成为内学 道理在此地 如果心外求法 那叫外道 我们把这个佛法认为释迦摩尼佛的 那我们学成之后是外道 这个认知 是关键的 我们不是跟别人学 我们是向自信里面学 这个是佛陀教学 最伟大之处 我当释迦摩尼佛如实 孔子孟子也如实 儒家的学书 现在最普遍 流传的最普遍 四处 大学中有 愿与孟子 是不是孔子的思想 是不是孟夫子的思想 是的 也是自信 当然自信 本具的智慧 我们要有这个认识 然后我们才真正能有所得 得的是什么呢 明心 大车 大车 大我 我们得的是这个 误入之后 才真正明了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一体 在佛法界 在佛法里头 最具代表性的 是花园 称之为佛法的根本法 辱家 辱家最具代表性的 是四叔 四叔是后人会记的 宋朝 朱父子 朱习 会记的 他会记得好 那么在这个一本书里面 有理论 有方法 还带表演 那个母式 跟华严精一模一样 所以我看了之后 我在猜想 朱父子的灵感 一定从华严精到来 华严精有理论 有方法 有表演 四叔理论 中庸是理论 大学是方法 论语 是 孔老父子的表演 也就是说 把中庸的道理 大学的方法 落实在自己生活 出师待人节目 做出来 给我们看 孔父子做出来 孟父子也做出来 孔父子做得圆满 孔父子做得不够圆满 孔子是圣 孟子是仙 一个是佛陀 一个是菩萨 那是我们的心 自信 本具的智慧灯 跟华严真的是无二无比 是 诸子 诸子 诸父子 接触过佛教 在经典里面下过功夫 所以 在我想象当中 他编这个四数 很可能是从华严经上 得到的起始 那么孔孟教导人 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佛菩萨 他的 总纲领 总原则 就一句话了 您得清明 知余之善 这大学 一开头 大学知道 再明明得 再清明 再知余之善 这是 整个入乌学的总纲领 千业万人 都离不开这个阅子 那么佛的教学 总纲领 总原则 经论里面所说的 五六多六三秒三菩提 这是宗教导人 这一句话的意思 跟明得清明 知余之善 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说法不一样 意义没有的一样 我六多六三秒三菩提 翻成中国话 无上正同 证确 诸位细细想一想 更大学里特点 您的亲民之余之善 有什么两样 都是从圆满信的里面 流露出来 我们懂得这个纲领原则 然后才能够真正明了 入佛的学习 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永远没有间断的 无量接来 往后是无量接后 生生世世都在学习 学习没有止境 学习没有间断 成了佛 做了大圣人 成了 缓而是在学习 为什么呢 骄傲化一切众生 自己做个榜样 做一个学习的榜样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所以做父母的人 天天在学习 做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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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如是 不经如是 无论在哪个行业 无论在哪个身份 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道理 长官天天在学习 做个他的部署看 老板天天在学习 做个他员工 教学相长 这才能成就圆满功德 由此可知 这个学习从来没有松懈过 今天学会为什么懂啊 把这个道理忘掉 所以 父母 不知道教儿子 老师 不懂得教学生 老板 不知道教学生 彼此奈愿 彼此奈愿 上下不活 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试出世界法了 归结到最后就是学习 学到老 学到老 学不了 学不了 深深 深深深深深再学 不学怎么能成就的 何况 我们在反复的 烦恼稀奇 一分一分一毫都没有断 一分一毫都没有断 不学怎么能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 佛家将设法界 佛家将设法界就是设个层次 那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 天台大死 将发华 他将十道扩充 为一百道 每一道里头又有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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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解切入十道 人道里面有佛道 人中之佛 人中之菩萨 人中的身闻缘求 往下呢 有人中的三活道 那我们自己认真反省 我们在人道这个世界里头 是哪一界 这个要有紧急性的 而世尊在经论里面 把这个设法界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 跟我们说出来了 华言说得好 应观发界信 一切为心造 那又告诉我们 是发界一真专业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一切法是自己心想变现 一切法是自己心想变现 与别人毫不相关 那 怨天又人 那是你自己造罪业 你自己会堕落 又与别人无关 又与别人无关 吉兴厚福 穷痛贵精 都是自己造 自己齐心动虐 所变现出来的果报 变现的境界就是果报 那佛告诉我们 佛法界平等新鲜 变现的境界 所以我们佛弟子供佛 我常说 最重要的 就是供一个水 水代表什么 平等 清净平等 让我们看到这个水 就要想到 我除世待人皆无 要用清净心 要用平等心 这个心 是纯真无妄 这个心是真心 这个心是佛心 不是别的佛 是自信佛 用平等心 六度心是菩萨 四地心是圣文 阴云心是阴九 设下四无量心 是祝天 不界是圣文心 是人道 往下 贪 是魔鬼 成会 是地狱 于是出身 无界是身 无界是身 里面没有 放下 供高 我们 修罗心 修罗 好强 好身 他也修身 好强 好身 恶在修罗道 如果说 千许 恭敬 修无界 实现 天道 是天心 慈悲 西施 决定 没有 功高 我们 我们学什么 天天学这些 天天翻新 天天检讨 天天改过 天天 几善 n Temple 过 逐渐逐渐 小楚 自己纵然道 唇 上 无 这是如来 就近的过地 还要修五界十善 表演给没有觉悟的众生看 这叫大四大笔 这叫成愿再来 这叫广度众生 还是要做给别人看 尽心尽力 念念要照顾别人 勤修三种不识 财不识 法不识 无微不识 无微不识里头最重要的是那一切众生 另一切众生 心安理得 众生的心不安又恐怖 你能够帮助他身心安稳 云里以恐怖 这叫无微不识 我们最近在古境的山上建一个念佛堂 宝根念佛堂 这个念佛堂有五十四个疗坊 一个疗坊住两个人可以住一百人 帮助各个地方 念佛的同学 欢迎大家到那边去念佛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建这么多房间 我们绝对不卖 我们也不出租 我们招待各个地方 如果你有假期 一个星期也好 两个星期也好 一个月也好 三个月也好 你有假期 可以到山上去念佛 山上环境非常好 我们作为招待所 帮助在家同学 那我们在澳洲 建一个大厂 土文八 多元文化中心 我们不叫四 也不叫月 多元文化中心 这是为我们在家 出家同修 建立个大厂 建立个大厂 出家同修 要真正修行 欢迎 到那个地方去念佛 研教 我们的道场没有发挥 没有经参佛死 纯粹是个修学道场 那么这个道场 我们决定奉行 苏州楞燕山印祖的规矩 这个里头注重 不可以收徒弟 如果你收徒弟 你应当自立门户 离开这个道场 这个地方 只提供个专门清修的大众 洪法立生 在澳洲现在 大概有七八个金钟学会 我们可以到各个地方去讲经 去领导大家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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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的要想到大众 要帮助别人 如果有能力 那我就多建几个道场 没有能力呢 少建几个 绝不勉强 绝不画云 绝不画云 我要该多少道场到处去叛云 这个错了 绝不向人家要一分钱 道场自自然然成就 永远保持清净心 平等心 这就是道 好 好 母带 想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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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